绕新盛州警方在走访时,发现村中一处住宅楼经常聚集许多人,为避免打草惊蛇。 民警出动了无人机,进行高空侦查。 我们也确定了这个是些赌户的一个具体的位置,在田中村山脚下的一个房子,这座房子是村民许某的房子。 因为这里地势偏僻,靠近山林,路口多,民警制定了详细的抓捕计划,对涉赌人员可能逃跑的路口进行提前部署赌截。 两个多小时后,成功抓获16人,查获赌资4万多元。 据指认,开设赌场的正是屋主徐某,但抓捕当日,他外出并不在家,两个星期之后,警方将其抓获。 徐某一累计组织赌博百鱼刺,违法所得2万多元,因涉嫌开设赌场罪,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。 多名参赌人员被处以行政拘留。1818黄金眼综合报道。